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架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诀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放场 好 我们Jack Jack did you have a nice trip to Japan? No It was because it was raining dogs and cats when you visited Japan there Right 在日本的时候你去不是下大雨吗 但是还是有趣的部分 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好多了 我们已经到五十页了 但是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是文法 我想连续三周啊 把文法都给讲了 那将来我们再做句子的解析 那你要是没有听懂的时候 就回去再赶快参考一下 因为所有你要把句子解开 所有的观念就只有这四个 其他都是细节 其他的细节要怎么样 慢慢慢慢去把它打造出来呢 就是 这叫功夫啦 这才叫功夫 跟我们学佛一样 那个方向要对 方向就是什么 对人有力 对人无害 无害有力就这样 对人对己都这样 无害有力就这样 那无论 那因为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 我们一生下来在六道里面 就一定有贪嗔痴 这是与生俱来的 那我们的修行方向就是这样 你贪嗔痴出来 你要跟他保持距离 这样就好了 对 你所做的决定都要 有利于人 无害于人 就这样而已 好 就这样 这样就 你的方向就对了 那你呢 学语言呢 就是用嘴巴去背 这个方向就对了 那你看到很长的句子 要常常阅读啦 因为你要常常阅读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使用英文的环境嘛 那阅读就是个环境啊 阅读是不是全英文 是不是就是全英文环境 但是我们听说 没有全英文环境啊 所以你只能用阅读 做你的全英文环境啊 那你就一直读 一直一直读 好 读到有一天 你看中文跟看英文一样啊 这个是绝对做得到 我就做到了 我不是在国外读的 我研究所都毕业了 才去美国的 嗯 但当我去美国 第一天人家以为 我在那里长大的 我只是用嘴巴念而已 然后在台湾当然因为 因为师大有那样的环境 它有一个Mandarin Center 是全球有名的嘛 那个时候每个中午 我都会去跟外国人聊一下 去创造环境了 对 所以啊 所以我们现在 在家里创造环境 就是用阅读 所以我才说 你们现在要是 读十分钟就很累 那就读十分钟就好了 有一天读两个钟头 都欲罢不能 那你一定很厉害 对 就是说一定会很厉害 你要想的是未来 跟我们学佛一样 要想的是未来 我们今天 所有一切都是 我们过去努力得来的 或者过去的 不努力得来 OK 你现在的好不好 都是过去的 有没有方向对了 有人很努力 人方向不太对啊 有没有 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诈骗集团吗 他们也很努力啊 但也要很努力啊 对不对 只是方向不太对 那结果就 他自己也很辛苦 然后也造成 旁边的人也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现在 英文就是这样 我们 一个用嘴巴念 再一个就是用 这四个观念 把句子解开就好 当你句子是乱码 就是你解不开 哪个是主要句子 哪个是附属句子 你乱跳 那句子里面主词跟动词 没有拆解 如果这些拆解开了 剩下都是马赛克 马赛克就是 前面后面我全部都看懂了 就这一两个字 因为这两个字的 这一两个字的关系 整个就 对整个意思 就会产生混淆 这个时候 马赛克的话 你只要Google一下 Yahoo一下 查一下字典就会了 我再做一个结论 你只要两个工具 一个就是会Google 再一个就是会这四个 四个概念 那我们已经会了 句子的种类了 对不对 我们复习一下 句子有哪四个种类 句子我们会说 有简单句还有什么呢 复杂还有复合 还有呢 复合复杂 对不对 那其实复合复杂 就是复合加复杂嘛 所以最基本就是简单句嘛 那复杂的话就是怎么样 一个主要的简单句 再给它附加一个附属的简单句嘛 对不对 那简单句一定有S加V 一定有主词加动词 就这样 OK 所谓的简单句一定要有S加V 就形成一个简单句 没有别的结构了 就是S加V 但是这个S加V里面就有 可以放进去无数个子句嘛 所以那个句子可以长到 你如果看那个法律条文呢 它都是一个page就一个句子而已 就是一直无限的去加什么 附属子句嘛 OK 那你只要说 我们经常在阅读的时候 你就会把它拆解 会变成习惯 就是看到这里 然后越来越熟啊 根本不用拆解 然后后来就慢慢就看成 像看中文一样嘛 我们中文哪有这些文法的拆解 我们只是因为习惯 习惯多阅读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 我们来看 我们达达要到八月才回来 好吧 那我们就 先附属子句 因为达达学得很快 你们再自己跟他分享就好了 或者他自己在看那个带子的时候 自己就能学会 因为他底子很好 他英文底子是不错的 好 那他的学法也是对的 他的学法为什么说是对的呢 他很敢于表达 把会的东西组合出来去表达 然后他所表达的东西 他背英文的方式 是一句一句背的那种 就是他在情境里面 吸收很自然就把整个句子记下来 那一种 所以他的表达能力会很好 我看他写东西就知道 他已经八成都对 但会有两成不对 他也没关系 有没有 这样是很好的学法 好 来 三种附属子句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 上一次是讲那个句子的结构嘛 对不对 那现在是在讲附属子句 只有复杂句 才会有附属子句 复杂句就是句子中有句子 句中有句 那这个有句就是附属子句 主要子句呢 就是句子 那句中有句 那个有句呢 就是附属子句 好 那附属子句呢 它有三种功能 一种它是可以当名词用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一张 三种附属子句 一个是当什么 名词子句 一种是什么 形容词子句 再一种是什么 附属子句 好 那这个名词子句 我们来看哦 它一定是关系词所带的子句 好 要不然就是that来带 我们先讲一个大概就好了 好 它会有一些细节 再慢慢去学 把大概方向先找到 OK 好来wh 关系词 好 关系词有哪几个 人事实地物方法理由 就记这个 人是什么 who 是 what 时 when 地 对 物 which 对 方法 理由 就是这个 有没有 好 你就记住 人事实地物方法理由 好 它当然细节 还有一些细节 那细节慢慢再说 你先把大方向抓好 OK 好 人事实地物方法理由 那这几个 我们再把它背一次 人 人是 人是什么 who 对不对 好 是 what 时 地 地 不要跟人家比赛 我们学东西最忌讳就是比赛 学校为什么很辛苦 因为要比赛 一直在比 好 其实 不要比 大家都很开心 佛陀在教的就只有一个方向 不要比较 做自己 你要很诚实地面对自己 这样就好 或者是说 你比 你比教职当作别人很好 激励我们自己 OK 你把它当作激励就好 我 我现在跟大家这样讲 我不是在讲理论 我的生活真的这样过 你看我去 我去学声乐 我跟的团体是 唱歌唱了三五十年的 完全不把我看在眼里的 我就是要去那里 才可以锻炼自己 你一直都是在舒适圈 大家都仰望着你 这个 这个生命经验就太狭隘 好 那么我们现在 人是实地物方法理由 对不对 好 我现在刚刚讲那个例子 只是告诉你 我现在用爬的 看着远方 别人已经走到 我背影都快看不到 但是我会慢慢爬 就是这样而已 OK 好 所以用自己的速度去学 好 好 人是实地 实是什么 欢迎 地是什么 方法 好啊 理由 why 有没有 好 一个句子里面 它如果不缺 人是实地物方法理由 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就不必用 double h 关系词来带 直接用 that来带就好了 这个因为 它是例外 对不对 就是说比较少 也不是说少见 就是说你把大方向的 那个 rules 规则 规则先记 再记 比较少 少见的状态 的规则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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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规则 慢慢慢慢 你要熟悉 好 主要要熟悉的就是 直接跳进去 英文句子 把它解通了 这个经验是最棒的 最重要的经验 好 那当你解不通 再来找这个文法 好 用这样的方向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关系词 对不对 名词子句 用关系词 名词子句 它可以 在句子里面 当什么用 当主词用 在整个句子里面 它名词子句 有三种功能 我们现在说 子句有三种子句 对不对 有名词子句 形容词子句 副词子句 对不对 那名词子句 有关系词来带 对不对 人是实地物方法理由 当一个句子里面 人是实地物方法理由 都不缺这些字 它的句子是完整的时候 就用that来带就好了 好 那这个名词子句 它可以放在 句子里面做什么呢 可以当作主词用 可以当作动词的授词 可以当作戒词的授词 也就是它的位置 是在主词的位置 主词的位置 就是句子 句子的开头 动词的授词 就要放在动词的后面 戒词的授词 就放在戒词的后面 名词子句 有这三个位置 有这三个位置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主词 我们看例子 好 跟着念一次来 What she said What she said What's interesting What she said 跟What之间就把它画这么一刀 你就看到它的主词就是子句的结构 名词子句 有没有看到 主词跟动词那一刀 你说你看 sad也是动词 What也是动词 有没有 你怎么拆得开 这就需要经验 就是这样 因为你看到前面有一个话题 对不对 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子句在这里 子句一定有主词 一定有动词 它不会没有动词的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What she said 有没有 What she said 其实真正的语序 应该是 she said what 它说什么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因为 它是关系词 关系词一定要放在 所带的子句的开头 不管它是 这个what what what也有它的词性 对不对 What she said 整个是名词 子句 对不对 what本身 也是名词 这个what在 在这里就当 she said 这个sad 这个动词的寿词 可以讲到这么细 但有一天 你真的开窍了 你就知道 就这么一回事而已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没关系 我在整个再讲 不急 我们佛都敢做了 像这个 这个三五年 基础功就有了 好 那 我们要做佛的话 单单第一个阶段 阿罗汉的阶段 就有六十小节 才完成 小节哦 好 好 那我们看 what she said 主词 what's interesting 她说的事 很有趣 ok 她说的事 是有趣的 有没有 这样可以吗 这当主词用 那当动词的寿词 就放在动词的后面就好了 I heard what you said 有没有 我已经帮你把那个子句 都把它画出来了 有没有 好 因为这个原来是写给学生看的 那学生都懒得动脑筋 我都帮她先画 好 I heard what you said 我有听到你说的话 你说的话 就是什么 hurt的寿词 好 好 再来 借词的寿词 有没有看到 它是不是放在动词后面 我听到你说的 我已经听到你说的话了 有没有 I heard what you said 有没有 好 好 再来看借词的寿词 I'm interested in what she told you I'm interested in 我对什么有兴趣呢 what she told you 它告诉你的是 有没有 好 what she told you 就是一个名词子句 它是当作什么的寿词 借词的寿词 你可以把印把它圈起来 有没有 那what you 前面第二个动词的寿词 有没有 也就是名词 可以当作主词或寿词 OK 你只要是这个词性 你就可以当作 主词 或者寿词 好 好 这个从文法的角度来看 好 那有没有 好 大致上有个概念就好了 再来我们来看 名词子句可以了 名词子句有 长得什么样子呢 它是什么来带的 关系 关系词来带的 有没有 关系词就是 人事实地物方法理由 那个wh 关系词 有没有 然后它带的 它可以当主词用 可以当寿词用 那寿词就是有动词的寿词 有借词的寿词 有没有 好 再来我们来看 形容词子句 形容词子句 一样是wh的关系词带 OK 名词子句 形容词子句 都是关系词带的 好 那wh 有没有 关系词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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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形成的子句 当 形容词 来我们来看 他 看 我 我那个时候 好 他 我怎么讲 好 我们看他 怎么讲 这个 形容词子句 也是关系词 wh关系词 所带的 也是人事实地物方法理由 这几个 所形成的子句 当作形容词用 它是活活泼泼 变来变去 OK 那 这个名词子句 它是重规重矩 很少变化 OK 好 那 那等一下你都会看到 好 形容词子句 有没有 那例子是不是 给你很多个例子 有没有 好 因为他一种 说法 就可以变成三种说法 四种说法 有没有 好 那 所以他是活活泼泼 变来变去 可放在句中啊 只有一个位置 他虽然变化很多 但是他的位置 只有一个 就是放在名词的后面 他所修饰的名词的后面 OK 所以这也是他比较好记的地方 好 好 我们现在来看哦 好 我们来看 which所带的子句 可以有这三种变化 然后 who 所带的子句 有四种变化 有没有 惠儿所带的子句 还可以五种变化 好 你真的要做得很熟 其实我有一本 非常好的文法书 好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 好 这里的主要的宗旨是讲 主要宗旨还是讲佛法嘛 我稍微给你们 未来的人生啊 更重要 未来生命状态 更重要 好 来 the movie which we saw last night wasn't very good 有没有 主词动词那一刀 切在哪里 主要子句 我们不要看附属子句 主要子句的主词 跟动词那一刀 应该切在哪里 是的 wasn前面 整个就叫做主词 OK 好 那我们还会看主词结构 这样的主词结构 就叫做 有核心名词的主词结构 这个主词 核心名词是movie 前面的是一个定管词 对不对 后面是不是一个形容词 子句 好 你可以清楚到这样 那你要断句就太容易了 OK 好 你会很快就找到 主要子句的动词在哪里 你一把它切开 主词的结构就出来 你主词的结构 可以是子句 名词子句 有没有 你也可以是分词子句 tov或vng都可以 好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什么 有核心名词的这一种 这个结构就可以很复杂 它一定有一个核心名词 好 核心名词的前面有单字形容词 后面有什么 后面有子句 子句还可以变成分词 分词片语 好 子句是可以变片语的 有没有 好 有这个概念 如果没有 现在就把它建立起来 就这样 好 那我这个 我不是纯中学教法 因为我教过大学 好 那真的教英文系的时候 它不是那种 那背文法 不是 你要整体的概念 因为它这是语言学 好 好 那我自己本身不是教语言学的 我比较倾向于是文学 但是语言学 我教过语言学概论 它就基本概念 就会有这些东西 来 我们再来 the movie which we saw last night 主词到这里 对不对 wasn't very good 好 那the movie 这个movie 才是核心名词 那which we saw last night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形容词的词句 好 好 那这个形容词的词句 来 我们来看 which we saw last night 好 we saw which带的是不是movie we saw什么 we saw the movie 对不对 we saw the movie last night 对不对 所以which真正的位置 是不是应该是 we saw which last night 是不是saw的词词 有没有 但是因为它是连接词 所以一定要放在句子的最开头 好 那所以 which we saw last night 那你翻的时候 当然是从形容词翻起 我们中文一定是形容词 全部讲完才讲名词 有没有 我们昨天晚上看的那部电影 没有很好看 wasn't very good 你慢慢对这个句法很了解的时候 你会理解说 为什么电脑可以翻译 因为他语句的结构就这样而已 那设计翻译的那个人 只要对语法转变 从A语言转到B语言 他的语序 只有语序会变化 其他意义的单元里面 是差不多 是差不多 比如说这部电影的movie 有没有 这部电影 我们中文一定会说 我们昨天晚上去看的这部电影 没有很好看 有没有 我们会这样讲 但是你看他的英文 是这部电影 我们昨天晚上看的 没有很好看 有没有 但语序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你只要把语序一转 他语言就转变 所以我们以前听到那些外国人 在讲中文 你就会觉得他的语序很有趣 他用的是英文的语序 有没有 英式中文 那我们的英文就是中式英文 因为我们会用我们的语序 有没有 好 那我们现在 好 which 你只要是当作受词用 他可以有两种变化 which 在这个词句里面 是当作受词用 所以which可以变成that 又可以省掉 OK 好 所以the movie which we saw last night 你可以变成the movie that we saw last night the movie we saw last night 这三个都可以 OK 就是有这样的变化 说他活活泼泼变来变去 就是他可以变化 好 好 再来我们来看 the man whom 有没有 the man whom I saw was Mr. Brown 主词跟动词 这个主要字句的主词跟动词 那一刀切哪里 切哪里 对的 所以the man whom I saw 你就可以知道核心名词是哪个字 你就可以知道核心名词是哪个字 核心名词是哪个字 man 对的 那whom I saw 是一个什么 形容词的子句 有没有 那你看他为什么用whom I saw呢 因为I saw whom I saw the man 所以他用的是受格 我们在记人事实力物方法理由的时候 人 你就可以 who who's whom 主 主格 所有格 受格 一起 一起 好 The man whom I saw was Mr. Brown 有没有 The man whom I saw 这个whom I saw whom 因为他是当授格 所以用whom I saw 这个时候他可以变成主格 OK 他的变化就是这样 真正最标准是whom 但他可以变化 变成who 从授格变主格 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 The man whom I saw who又可以变成that 又可审 授格可审 这样可以吗 你主词就不能审 你如果是阻格就不能审 好 好 再来我们来看哦 这是惠儿这个字 惠儿本身是个副词 虽然它都是关系词对不对 关系词都有词性 有名词的 有形容词的 有副词 惠儿是个副词 那副词可以变成戒词加名词 这就真正学问的地方 这个叫语言学 OK 语言学里面的结构学 叫syntax 结构 语言里面都有结构 像我们在学巴黎文 然后范文 也是先掌握它的发音跟结构 就这样我现在给你们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发音一个结构 好 有这两个东西 那再来就是你的功夫 看谁功夫架的身 就这样 好 那就是一点一滴 但那个方向 大方向 就是结构 跟发音 那现在我们来看where the building where he lives is very old 主词跟动词 那一道在哪里 is 好 好 where he lives is very old 那我们可以知道主词是 the building where he lives 对不对 核心名词哪个字 对的 所以他后面有的这个where he lives 是什么子句 这里都在讲形容词 对 形容词指句唯一的位置 在哪里 在哪 主词的后面 名词的后面 不是主词的后面 主词是不是有很多种结构 好 名词的后面 你知道词性 单字有名词 片语有名词 字句也有名词 有没有 名词 这是这种词性 词性不是只有单字才有词性 单字有词性 片语有词性 子句有词性 词性会决定它在句子当中 可以摆在哪些位置 OK 我们来看句子就是 对啊 我小时候是对语言很有兴趣 好来 the building where he lives is very old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where可以变成什么 he lives in the building 对不对 the building 是不是要加个in he lives in the building 是不是要这样 你不能说 he lives the building 有没有 he lives in the building 有没有 所以where可以变成in which the building in which he lives where本身是副词 where就等于in which 借词加名词 好 你如果一开始学英文 就从这里学起 难怪一点兴趣都没有 好 这个是在你会英文之后学的 好来 太冷了吗 你就把它调高温度 好 我们in which 可以把in往后挪 就变成什么 the building which he lives in 然后再可以把which变that the building that he lives in 再把它变化 the building he lives in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变化 我把它举出来给学生呢 因为他要他要考试嘛 好 那我们只要概念知道 差不多是这样就好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副词子句 我们刚刚看到名词子句啊 形容词子句啊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都是wh关西词所带的子句 副词子句那就不是咯 来我们来看副词 副词子句是由副词子句的连接词所带 所形成之子句 可以有两个位置 一个是放在句子的最开头 跟主词用逗号隔开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放在句子最后面 就不用隔 所以我们有看到数字123 只有唯一位 一个位置的是什么 形容词子句 两个位置的是副词子句 三个位置的是名词子句 有没有 你就这样 如果你当年的学生是没有考试嘛 这样考试 考试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速度很快 所以123这样记 好 比较容易找到答案 我们也知道考试 你不一定句子看得懂 就可以找到答案 有没有 就是用这样找 大致上 从结构上看来 差不多猜一猜 可以猜到 有没有 好 我们现在来看 主要子句后面 I was starting in my bedroom when he called when he called 是一个时间副词 表示时间的副词 当他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正在房间读书 有没有 我们另外一个 这个 另外一个位置 副词子句 另外一个位置 是放在主要子句的前面 when he called I was starting in my bedroom 有没有 有个逗号 把它隔开 就这两个位置 然后它会有哪些 副词子句的连接词呢 来我们来看 关系词里面 也有一个字 when很常用 你们如果有兴趣 去看我那本 那个是美国人写的 一个文法书 那那个呢 它里面有例子 是关系词 所有都可以变成副词 子句的连接词 它里面的例子 有这样 但是我们台湾用的版本 的那个文章 很少 很少看到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副词 子句连接词 就不会讲到关系词 就会讲这些 来我们一起来念 when if as since before after because although as soon as while 有没有 好这样大致上就已经介绍过一次 有没有 副属子句有哪三种 副词子句 好 名词子句有几个位置 三个 形容词子句几个位置 副词子句 两个位置 是的 有没有 那名词子句可以放在哪三个位置 主词 动词的授词 还有什么 借词的授词 有没有 那形容词子句一个位置 在哪里 名词的后面 那那个副词子句 两个位置 在哪两个位置 主要子句的前后 那放在主要子句前要有一个小动作要做一下 叫做什么 加个兜 有没有 大致上句子是这样 但是你真正在看句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变化 没有一个真正出版品 它是按照标准来写的 就像我们的中文都有我们每个人个别的写法 有没有 那大致上 你如果要很讲究 那就是刚刚讲的那样 那就是文法的标准文法 那你真正在用 你会发现 全球的人 全球啊 全世界的人 都在用英文写作 所以可能是错误的 可能是受到他的母语干扰的英文 所以我们现在很少看到标准的英文 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念这个新加坡式的英文 以我们标准版来看 它其实八十分而已 它的文法 OK 但是这个就是 那上一次我们在讲八正道的时候 那一个就是 它根本就是美国人的精英啊 它里面的文法 有一个博士 它也很嫌它的文法 对我来讲 它是我的楷模 那个菩提比丘 英文好得不得了 是 就是当时 我要帮那生且学会的出家人上课的时候 他们拿了几本课本 叫我选 我一看 哇 菩提比丘那个英文叫做第一流的 当我们上的时候 也有人对他的英文 也有一些他的看法 那就是说 你要看到 但是我相信普遍上会非常认可这个学者 他也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的佛学的学者 佛教方面的这个很权威的代表性人物 那我不是因为他的权威而觉得他很好 我当时也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只是看他的英文非常好 对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这种英文 因为是全球式的英文 所以我们就是都可接受 你就是这样念 慢慢你经验出来就可以知道 这个英文差不多是哪一种英文 他的问题出在哪 会出现哪些问题 你的判断力就会越来越好 就像我们学佛 你慢慢慢慢学进去 你就大致上知道 这个人他的用功程度方向有没有对 然后他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人他这样修行 他会出现哪些问题 大概也都会有越来越了解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对一个领域越熟悉 越可以判断出来 到底各方面的 就是大家的程度问题 或者会出什么状况 要怎么样去面对 怎么样去改善 会越来越了解 这样 那这个呢 好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一个 三种附属子句 所以现在我们 就是这个 这葵花宝典的四招里面 两招已经送了 对不对 句子的结构啊 有没有 再来就附属子句 有哪三种 有没有 再来我们就会针对 主词跟动词 就是不管它是主要子句 或者附属子句 它一定结构一定是S加V 没有别的 你看到起始句 就stand up 有没有 我们一进来说stand up 包 有没有 那个stand up 就是you stand up的意思 因为主词是你嘛 所以把它省掉了 OK 所以所有的句子 一定是S加V 你赶快去找那个S就好了 然后找到了S之后 它接下来一定是动词 没有别的语序 你有别的语序 那就叫道庄句 道庄句的意思就是 不以主词开头的句子 它就得用道庄句来写 然后这些道庄句也有它 一定的一些规则 OK 那你背的越细 以前的人就就这个 那个语言的方向 真的很有问题 就这样 有没有 他都在那边背例外的 那个正常的不会 例外的都会 有没有 考试都考例外的 有没有 所以最后英文都不会 就这样 因为最后你英文 很少用例外的 都用一般的嘛 但现在不会啦 现在的考法就越来越正常 好 那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 我们的课本咯 我们下一次 我们 好 我们就连续三周 把它很快的讲好 好 那我相信Dada的程度 好 他 我看他上一次随便这样写几句里面 好像已经 因为他的sense很好 他的语感很好 他甚至可以不用文法分析 就已经把那样的句型给掌握住了 好 那就叫语感 好 他语感非常好 好 那 所以就让他 让他自己念 有问题再问你们 这样就好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下周会讲主词的结构 再来讲动词的时态 OK 好 那这个是我认为的四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只要把这四个掌握 你自己就可以去拆解一个句子 那真正使你会阅读不是拆解句子 而是你就是把它看到懂 不懂的时候问人也好 查也好 问啊 查啊 你要主动的去把它解开了 解不开的时候再问人 这样你的印象 你学习的过程 印象才会深刻 对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五十页 上一次我们是不是讲到正语 有没有 哎呀 阿尼塔不知道 因为他们军人就是 讲话就直 对不对 他们非常重视 honesty 有没有 哎呀 我学多久才学会赞美人家 我刚从明伦高中调到 大安高宫的时候 那时候明伦高中的成绩是 大安高宫多二十分 我刚去的时候 教学生做海报 我只看到缺点 别的老师都看到那个学生 很用心的地方 我完全看不到 我说你这个乱做 我看到学生就只会骂 然后就觉得他很糟糕 那 我后来就学了很久 还慢慢 还去观察人家那sales 怎么样在销售东西的时候 他用什么话术 他为什么讲到人家会心动 我还去学这个 我就观察 然后就学 然后慢慢 然后现在后来学佛 我就很容易就进入状况 就这样 就看人家的优点就好 然后你如果看到他觉得他可以改善的部分 你要先想到怎么改善 你再告诉他 否则就放在心里就好 或者干脆就没看见 只看好的 这叫比马龙效应 就可以让一般的孩子都变很好 好 那 那其实我当时到大安高宫啊 我就发现他们蛮自卑的 我刚去的时候 技职体系的学生很自卑 因为我从高中一过去 我发现他们非常自卑 但其实他整个的训练环境是很好的 对 那 我 好 我是比较慢慢让他们看到 他们这样训练的方向 我都会告诉他们 德国人第一流的人才就是这样的训练方向 从技术开始 而不是从理论开始 对 那 OK 那我们现在是讲到说好话 有没有 就是 这个正语嘛 正语里面就有怎么样 你要在恰当的时候要赞美人家 有没有 然后 你要批评的时候 你要建设性的批评 我认为的建设性批评就是改善方法要告诉人家 你在告诉他 你这个 你不要说 你发音怎么这么难听 你说 哎呀 你TH舌头咬一下 那就好听多了 有没有 这就叫做 那像上一次说 那个可爱的小女生 她 头发没洗 我们就可以说 哎 你看你长得很可爱 你这个头发要是把它弄干净 哇 那就更可爱 有没有 这样就是 我的理解啦 那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那 那我们可以相互 相互滋养 就是这样 因为 今天我们几个人刚好吃饭的时候遇到 有没有 好 然后Joanne就讲啊 好 就就就讲到说那个 哎 哎 我刚刚怎么突然这个这个这个例子 我说 哎 我说到哪里了 王伟中的节目 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 哎 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不是在讲到一个问题吗 哎 就是这个 这个 哎 哎 好 等一下想起来 在讲 刚刚那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好 那你看我们 Praise Criticize 要constructively 然后要spread the truth 我们要讲话的时候 讲真理嘛 好 我们真正要 就是要跟人家谈真理啊 好 那 那 尽量 尽量让人家就很开心啦 我自己是学了很久才会 才知道 从第一分钟 跟人家讲话 到say goodbye的时候 这个过程要是开心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 这个是 这 这 这就是 我们可以修养的地方 我们说修行也好 修养也好 其实就是一种修养 Spread the truth 然后say healing words 他们要讲话的时候 他们要讲话的时候 讲的让人家觉得很什么 很疗愈啊 有没有 这个healing words 就是疗愈啊 有没有 他听了以后 哇 他信心大声 有没有 然后又变成充满希望 有没有 好 那 Remain silent 会necessary 设立佛的故事 他也是就是都在山洞里面这么打坐嘛 有一天他就回小向大 有没有 我想要决心要出来当菩萨要助人 有没有 结果马上受到考验 有没有 帝氏还是谁啊 马上变成一个小孩子 然后就说 我妈妈生病了 她需要人的眼睛 你的眼睛可不可以给我 结果设立佛一听 马上把他右眼挖出来 挖出来给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 你看 你怎么给我右眼 我妈妈需要的是左眼 结果呢 设立佛二话不说 把他的左眼也挖出来 就给这个小孩 所以小孩说 你的左眼怎么那么臭 还把他丢到地上 结果设立佛这时候双眼失明 他想 我为什么要当菩萨 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他就很生气 就回山洞里面 继续孤独的修个小城 这样 到很久以后又出来 就是我们说这个故事 就是说这个故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当我们有一天 发心要助人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收到的是 很多负面的东西 那你如果能够突破这一关 那么你就真正 可以变成一个菩萨 这个时候你去到哪里 都可以很自在 为什么 你对人就是 有意无害 就这样 当你的方向就是 有意无害 不管人家怎么对你 耶稣基督 人家左边吐他的台 他给他右脸也给他吐 有没有 这是可能的 大菩萨真的会这么做 那这个修行的过程 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们这一生 觉得自己过得还不错 你要想 人的心会变 为什么 你看到很可怜的那些人 他们可能曾经跟我们过的一样 是这种狭满人生的日子 过了一辈子 就是下一辈子的时候 他可能不小心累积很大的福报 在那一生就太放逸太娇奢 所以他又堕落 又堕落了之后 再下一世就变成你现在看到他的可怜样 这是佛陀为什么叫我们要出三界 否则你就是这样 我们这辈子算是非常好 你能够进到这里来 表示你狭满人生 你无忧无虑 你才可以专心学佛 你不用再为三餐努力 你才可能专心学佛 你也可能一直在追求金钱 你一直在追求金钱的人 你给他一百亿 他继续追 你继续追求金钱 你就不可能心里是闲暇的 只会越来越忙 如果你底下有一万人 你看你忙不忙 然后现在的科技是不是日新月异 然后要变化又快速 你稍微做一个不对的决定 你可能前功尽弃 所以他们都全力投入在做生意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很悠闲 这样子过这样的现在的日子 叫做我们真的福报很大 福报大不是钱多 而是心里是很悠闲的 这才是福报 那我们不是每一世都有这么好的福报 所以我们才想开智慧 接下来我们来看 perfect action perfect action是什么呢 正业 所以你的行为要是对的 行为要是对的 对我们来讲 我们这一次会这么还不错 我已经是比较颠倒的了 但是我虽然很颠倒 只是心里很颠倒 我的行为是不敢颠倒的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 就很喜欢卡夫卡卡妙 什么尼采 舒本华 那尼采有没有 上帝之死 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 我那时候就幻想这些事 你看那些妄想 那这个在我的心意识里面 在心 我们在讲那个牲口意 我的意的action 充满了偏激又错误的想法 所以它会带来不好的方向 我后来为了这些东西 慢慢把这些毒啊 慢慢去除啊 很辛苦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 perfect action就是这样 你的牲口意要是对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第五十页这里 OK 然后 repeat after me perfect action perfect action the practice of perfect action the practice of perfect action involves involves the respect for the life the respect for the life property property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others of others it helps it helps it helps to develop a character to develop a character to develop a character that is self-controlled that is self-controlled and mindful of the rights of others and mindful of the rights of others perfect action perfect action involves from for involves 여� shoot して one одно Perfect action also includes physically acting in ways that benefit others. This includes helping and rescuing others from danger or suffering. Helping and rescuing others from danger or suffering. Okay, okay. Okay, let's look at why we see this simple simple thing, why are we so happy? Because the way is right, the way is right, the way is right. That use this simple language to remind us, of course, we are very happy. If we use a very high-level way, we don't understand the way, but we don't understand the way, we don't understand the way, but we don't understand the way, we don't understand the way. 这个对我这种很想真正把不好的观念扭过来,让自己在很痛苦的状态变好的人来说,会觉得不可理喻。 当然是讲得很浅显,你马上可以观念改变,马上你生活变化,这是最好的嘛。 好,那这个就是很浅显,但是那个方向都没有问题,好,我们来看。 The practice of perfect action,主词到这里。 好,我现在在讲主词动词,慢慢主词动词就从这里切嘛。 Practice就是它的核心名词。 Practice就是你的实践或者你的修行。 对什么的实践,perfect action,正业,你正业的实践,你要去修正业。 正业,involves,就是includes的意思。 它包括什么呢? The respect for the life,你要对生命的尊重。 然后呢,对财产的尊重。 对别人的个人关系的尊重。 OK,别人很可能,比如说人家很珍惜,虽然夫妻常常吵架,那其实内心非常珍惜那个婚姻关系。 那你,你就看上了人家的另外一半,然后你就千方百计的,就把人家给夺过来了。 人家很珍惜的关系,你把人家破坏掉了。 那这个是很严重的。 那personal有没有,那property,人家的财产,你给人家偷来了,这是怎么行。 那人家,一只蚂蚁他也要命,他也很习他的命啊,有没有。 我那天就听,就看到圣言法师的,我最近在读他的东西。 他说有一天,他看到他书桌上有一只蚂蚁,他本来是想要用方法把它吹走,然后请走。 后来,他就想,他干嘛去影响人家的生活呢? 然后,他桌上有两只笔啊,有一像皮擦,然后有几滴水。 那那个蚂蚁要穿越这些东西,才可以离开那个书桌嘛。 他就发现这个蚂蚁,他走,被笔挡住了,他就会转个弯啊,就绕过去啊。 然后到那几滴水的时候,他竟然这样试试试,那些水呢,他竟然还可以游泳游过去。 因为那个可能没有太深,所以他没有溺斃嘛,对不对? 但是他为了,好,他就这样游泳游过去,圣言法师一路这样看。 他说蚂蚁他为了要追求他的生命,他也可以这样子不断的在做调整。 那我们人,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当然可以不断的去做调整嘛。 那佛陀其实,佛法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活得更好。 目前我们坐在这里的人都叫做活得很好耶。 你如果每天要去应酬吃饭,然后吃到三高, 我一个最要好,我高中最要好的同学啊,他也是某大集团里面的副董事长。 他在当总经理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大家见面了嘛, 我就看到他整个人都水肿耶。 他根本就是忘了他追求自己的健康, 他只追求他的公司的地位,我想。 因为老板非常器重他,然后他就不眠不休,这样为老板工作。 但是他后来,他就发现他身体真的不行了。 然后他们里面的高阶主管也是病的病死的死,就这样。 所以他就改变了生活方式。 那他们老板,他也年纪到了,像我们这个六十以上了,有没有。 他老板就把他放到一个位高全不重的位置, 就把他变成副董事长。 就是他一人之下的,就是他董事长下面。 但是他的工作没有像那个总经理那么累。 这时候他就可以比较悠闲。 我现在是说,我们现在的状况,才叫做好状况。 而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状况。 虽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是现在薪水了两三倍嘛,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你看,很悠闲嘛,对不对。 才知道是人生的滋味啊。 喝咖啡也比较有滋味了,有没有。 那只要你放得下,你的心就多出那么一个空间。 然后你全部放下,整个宇宙都是你的。 佛陀这么说,你试着做看看。 对。 那OK,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说,有没有, 来要尊重别人的生命财产,跟人家的关系。 这也要去尊重。 It helps to develop a character. 那这个呢,我们如果有正业啊,我们的行为是端正的。 那有助于develop a character. character就是你的personality。 personality就是你的性格。 性格啊,性格其实都是习惯。 你根深蒂固的习惯,就变成你的性格。 你说这个人就爱发脾气,他个性就是这样,有没有。 就是他遇到情形,他就是那个样子,有没有。 根深蒂固的习惯。 那佛陀真正要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是你的习惯,你可以打破它。 没有不可打破的习惯。 你可以变化。 让自己不必,一定用某一个方式去面对你的问题。 有更有智慧的方式。 自立立他的方式。 好,那你看,啊,我想到了。 我们在谈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好少哦。 都是别人完成的,有没有。 然后就觉得自己好无用哦,有没有。 我们就突然想到,对啊,哪件衣服是你做的? 哪个这个麦克风是你做的吗? 这个桌子是你弄的吗? 啊,那个米是你,你种的吗? 饭是你煮的吗? 啊,只有你家里的那一餐饭可能是你煮的。 然后,那个米也不是你,也不是你种的。 那个菜也不是你种的,有没有。 那从种的产地运到你们家附近的supermarket, 也不是你开的车吗? 好,我们每个人做的事好少哦,有没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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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相互供养啦。 好,才说我们那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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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养人的心啊。 什么叫供养人的心?就是利他的心嘛。 有没有? 大家都有这个心,那多好。 嗯,那我们现在工作,其实我觉得一个,一个比较文明的世界,比较开化的世界, 其实大家都没有那么自私啊。 大家都很会思考啊。 你也知道所有人都非常自私,大家都活得很累,就这样。 哎,不是说那个天堂跟地狱吗? 有个人去游天堂跟游地狱,他说完全一样啊。 但是为什么地狱的人那么瘦,天堂的人那么那么,好,就是说富泰。 他就只有在饭桌上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啊。 他用筷子也一样啊。 就是很长的筷子嘛。 好,那那个地狱的人就是太长的筷子,他只想塞自己嘴里,所以都吃不到。 那天堂呢,那个筷子他就夹给对方吃。 所以大家都吃得饱饱的。 好,所以天堂跟地狱啊,一切条件都一样。 只有人性不一样。 有没有? 对啊。 那所以,我就这么想,我们要活得好, 那就是为人好就好了。 因为大家都为我们好啊。 他如果只为他自己好,然后他在成衣厂做衣服, 他也得把它做好,他才有潜领,不是吗? 苦的是他自己嘛。 他想我做这些衣服,就只换得了三餐温饱,有没有? 但是他如果想的方式不一样, 他做了这些,他觉得帮助别人有衣服穿, 他那个价值感就不一样了。 对啊。 其实佛陀你慢慢,慢慢他会告诉, 你会体悟到说,啊,他只是一个观念转变而已。 佛陀要给我们东西,就只有观念的转变而已。 但是你转变这一个观念,你整个人生都变。 对。 所以他是不用花钱,可以改变你整个生命了。 对。 那这也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那么从欣赏, 然后慢慢到感恩啊,好谢谢,对不对? 好,那如果说你学佛,我看过,我是看过学佛, 学到觉得大家都那么糟,我家人都那么糟,都不欣赏我, 我有这么深奥的想法,好。 那这个可能就方向有问题,好。 当我们学知道佛陀在告诉我们什么,应该是对别人更好, 更想要跟大家相处得很好,也希望他的能力会更好。 当然人家能力会更好,他是不是会做更好的事。 那最后谁受惠? 大家都受惠啊。 OK,好来,那我们现在这个有没有, 他会,就是我们如果重视我们的正业, 就是我们的行为是端正的, 所谓的端正就是有益无害嘛, 这样的方向,那会帮助我们开发出一个个性。 That is self-control, That is self-control,我来问你文法问题, character是不是名字? 所以后面有一个子句,是什么子句? 是的,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句子, 不论多长都在形容那个character, 你会形成某一种个性,什么个性呢? self-controlled,你能够自律, 而且能够mindful of the rights of others, 还会留意到别人的权益, 你能够自律,又能够留意别人的权利。 OK,好。 那你看,自律怎么说? 是不是,是不是又多了很多字, 你只要这一本的字,你全部都会了, 你至少一千个字可以让你, 你知道真正日常生活的沟通, 一千个字就绰绰有余了, 那你如果阅读量很大, 那当然你除了这一本把它念完之外, 你还可以去念你喜欢的, 有没有,比如你对文学, 真正对文学也喜欢, 我跟讲,文学里面的用词啊, 是现在你所看到的十倍的难了, 你看这个比较容易, 从这里入手是对的, 好,那我们现在, 好,那你看哦, perfect action include the avoidance of, the avoidance of, avoidance是名词, 它的动词是哪一个字, avoid,对, 有没有,好, 我们说增加单字就是可以从词类变化, 还有字跟字守字尾, 你跟他加个字守, 他的词性就变化了, 或他意思就变化, 你跟他加个字尾, 往往是词性的变化, 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把一个字变成好多个字, 对,这样串起来, 串起来这样子, 那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我们以前在学语言, 这也是有趣的一个地方, 好,那你如果以前你会觉得语言无趣是, 你真的没有对的人来告诉你怎么样有趣啦, 好,这跟学佛一样啦, 你的佛性是本具的, 佛陀的万能, 我们人人本具啦, 就是我们使用我们这个生命的方法用错了, 所以我们智慧出不来, 就这样, 能力也出不来, 好,那语言也是一样, 因为学法学错了, 所以充满了挫折, 那有趣的部分你没看到, 对, 好, 我们人性里面很棒的东西你没看到, 对, 所以, 那佛陀就告诉你啊, 很容易, 很简单, 做对人有益的事又无害, 无害有益这样就对了, 好, 我们方向抓对这样就慢慢去把它做成, 对, 那你看哦, 我们不要避开什么, Killing, Stealing, Sexual Misconduct, OK, 好, 嗯, 那这个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好, 当然我们不会去拿个刀子去砍人, 有没有, 因为马上你就可以知道你会被抓, 有没有, 所以我们不会傻到去害到自己, 我们马上知道, 然后你好好, 这个人的东西你去偷好了, 你马上, 好, 我们不要讲说我们心里会不安了, 就说当然要去报案的时候看你, 好, 那现在, 你现在要找一个犯案的人, 的线索很好找, 除非你是, 我觉得这种帮派式的犯案就很难, 因为他就, 就像这一次不是那个命案啊, 有没有, 他转了几手, 就不见了, 有没有, 那一定是组织型的, 你个人犯案很难逃了, 好, 那你犯了一个案是不是自己很累, 你自己跟自己的自由, 好, 过不去嘛, 对, 那那个Sexual Misconduct, 那这个呢, 我们看太多例子了, 好, 就说男生女生都一样了, 你自己看不开, 要不然对方要走, 要变心, 你就让他变嘛, 对不对, 你变我也变啊, 就这样啊, 嗯, 就说我们找到自己的幸福比较要紧嘛, 好, 因为什么, 无常啊, 本来关系就是会变啊,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过去的某一个moment呢, 好, 我想一个人爱上另外一个人是某一个moment, 好不好, 想象出来的moment, 好不好, 好, 要不然为什么会觉得婚姻都是好像爱情的坟墓, 好, 因为都是你想的嘛, 对方根本不是你想象的样子嘛, 好, 你眼睛放亮去看, 以我们的佛学, 没有, 我们对佛法有更多的了解, 对生命有更多的了解, 它是刹那变化, 而且当时你看到它, 本来就是某一个moment, 你的想象, 嗯, 那你一直直着那个想象不放, 那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啊, 那个人本来从来不是那个样子, 有一天你真正认识他, 那个才是他呀, 好, 那, 那所以, 嗯, 如果说但一切都是缘分啊, 那能够在任何一个关系的缘分里面, 我们开智慧了, 我们说长智慧我就觉得很好, 我这一生, 我很想到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未必你在临终的时候, 你有办法正念啊,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要求自己是增上升嘛, 我这一生, 我智慧开, 又开启了一些, 对, 那佛陀最根本的智慧就是苦极灭道嘛, 我们不想在苦极里面一直轮回, 因为极, 因为有苦的因, 然后一直照来苦, 就是不满意的人生啊, 人生不可能有满意, 你看川普, 川普其实很厉害, 他这一次, 这一次因为这个子弹的关系, 对, 你看很多人, 很多科技大佬啊, 都转向给他了, 因为, 因为他, 对, 真的没应该说, 我就贡业耶, 他很疯狂的人, 对不对, 他的理论偏差到什么地步嘛, 你知道他的理论, 我的子女儿也是美国人嘛, 我的外甥女, 他才小我两岁的外甥女, 然后他也是威斯康辛的硕士啊, 他就非常信川普啊, 然后他跟我谈到川普, 他说, 你说希特勒, 他有真的有那个什么犹太人有受破坏, 你看见了吗, 你怎么知道那是不是假照的, 你去德国对不对, 你有去他那个那个, 是啊, 我现在就说, 怎么可能, 他那个照片假照的吗, 他们可以离谱到这种地步, 我说的是, 是啊, 我就说, 嘿, 我就说, 你看川普, 跟着川普的这一批人, 他们是可以离谱到这种地步了, 但是美国, 我就共业啊, 否则怎么会来这么一招, 一个二十岁的小男生呢, 你想他会真正被人家怂恿吗, 到目前看起来, 他还是中上阶层的哦, 他也不是那种中下阶层的白人哦, 就是说, 不是, 他是打偏了, 然后呢, 一家宝宝去打他, 打他, 然后才会, 我觉得他不可能, 啊, 真的, 就说, 该死的时候没死, 啊, 这不行, 不能这样讲, 没有, 但是川普其实有他, 你看这一个, 我们之所以有疫苗, 也是他这么一声令下, 他这么一声令下, 他是很有guts的人, 是真的, 但是他比较偏激啦, 你看他可以这样让, 允许他底下的人, 这样冲进国会, 这这这这这什么个性, 对, 对, 他不是叫人家鞋子给他吗, 然后fight, fight, 那很多, 就是很多那个, 那个科技业的, leader才会说, 啊, 转向了, 看到他这一幕马上转向, 真的, 我就说, 那不晓得世界, 因为这件事,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nobody knows, 但是呢, 我觉得因为学佛的关系啦, 我是觉得外面的转变, 跟我们无关, 那会怎样就是怎样, 那我们也没办法去改变, 那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 我们有没有透过任何发生的事, 我们智慧增长了, 我们更坚定的知道,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要做对人对己, 有利无害的事,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心里想, 很多想法, 但是我们做出来一定是什么, 我们要跟自己, 本来慢慢我们要练习的就是, 我们的念头要跟他保持距离, 因为我们的念头都有过去的习惯, 我们真正要跳脱三界, 我们真正要跳脱一个轮回的生命状态, 我们一定要能够跟过去的习惯保持距离, 你保持距离, 你才不会莫名其妙去贪, 去撑, 对, 你看到喜欢的东西, 好, 你知道了, 好, 你知道了, 我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但是你会跟这个感觉保持距离, 然后你所做的事, 它是怎么样, 它是无害有利的, 对所有人无害有利的, OK, 对呀, 这就是我们可以, 我自己是这样操练的, 但是我看那些修行人, 因为我们跟修行人相处的世界, 机会还蛮多的, 你看, 你看我们荣孝师兄, 我们Jack的气质多, 你看我每次看到他, 就想到圣言法师, 因为他前半辈子真的被修理的太严重了, 也就是修得很好, 把你很多negative的东西都被削掉, 你知道吗, 你的生命有多pure, 你有这样的法相不是没有修会有的呀, 就是人家怎么样给你承担你都担下来, 他是公务人员, 但是他的工作量, 当他转交给他下一任的时候, 那个人哭出来, 大哭, 你就可以知道他原来人家说忍入了, 但是忍入会忍出一个好的相貌, 我们安妮查也很可能, 在工作上啊什么, 那也忍很多, 会忍出非常好的相貌, 好,那你看哦, perfect action also includes physically acting in ways that benefit others, 有没有, 对人有利吗, benefit people, harmless to people, be beneficial and harmless, 有没有, 嗯, this includes helping and rescuing others from danger or suffering, 有没有, rescue people from, 就是救, 把人从什么样的状态救出来, 从danger or suffering, 有没有,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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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们赶快把那个, 证命哦, 赶快也看一点点, 哎, 当我们整本都把它念完, 你会很有成就感的啦, 哎, 我从以前教书就这样, 我绝对不会说, 课本在这里, 然后拼命去印参考资料给人家, 然后课本自己看, 然后你就带着他全部把它看完, 你真正把这一本都吸收了, 那你已经进步很多啦, 我最怕一种老师就是把课本丢给你, 然后根本也不看课本, 然后就一直给你课外补充, 有没有, 那课本, 那你干嘛买的课本, 好, 有没有, 那我们现在呢, 我就按照我以前的教法, 我一定就是把课本重点, 还读法啦, 我最主要, 我最主要, 为什么台大那几个学生, 后来去, 去, 就是实习生啦, 去看我, 我们都要, 我们资深老师都要给那些实习老师官课嘛, 那他们官课就说, 哦, 老师啊, 你好有禅意哦,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怎么念, 好, 那这个方向不太适合中学, 我想, 好, 他说老师你好有禅意哦, 好, 这个是有点讽刺, 对, 好, 但是我觉得, 我希望你们有领受到这个部分, 就是他的方向, 你只要一直做很简单的几个动作, 对的动作一直重复做就好, 好, 就是你从十分钟, 看十分钟就很烦, 一直妈妈无形当中看, 越看越久, 然后你都不知道时间过了, 那这样你一定会学得进去, 好, 来, 再来我们来看, 来, perfect livelihood, perfect livelihood, perfect livelihood, 正命, 也就是你选择的职业, 我相信我们选择的职业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安妮塔, 你是保家卫国, 不是kill, kill不是重点, 保家卫国, 对不对, 让我们的社会安定, 让我们的社会安定, 那, OK, 那来我们来看, perfect livelihood, perfect livelihood, means, earning one's living, earning one's living, in a way, in a way, that is not harmful to others, in the choice of one's occupation, in the choice of one's occupation, one should show respect, one should show respect, for the life and welfare of all beings, for the life and welfare of all beings, welfare of all beings, 福祉嘛, welfare就是福祉, 那谁的福祉呢, 是众生的福祉, 不是全人类, 是众生, 鬼啊, 地狱界的啊, 那也是众生, 好, 不是看到鬼, 赶快, 看到鬼赶快跑吓死, 有没有, 那这样子我们也是harmless, 对不对, 只是没有beneficial to them, 好, 那你看, 所以我们真正要变成到大仆生, 那是不得了,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可以包容的越多,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才有, 你的包容力越大, 你的自由度越高, 你就越自由,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去哪里都不自在, 你这样也OK, 那也OK, 好, 这些人, 好, 你看呢, 你只会想, 我用什么方式, 帮他, 让他更好, 什么叫更好, 不是更有钱更好, 更有名望, 更有地位更好, 不是, 他是个平衡的人, 健康, 身心健康的人就叫好, 我才说我们住在这里, 我们都是这一世都很好, 因为我们现在追求的, 就是身心健康跟平衡, 那OK, 好, 你看哦, 证明的意思, perfect livelihood means, 证明它的意思是, earning one's living, earning one's living, 就是什么, 赚钱啊, 谋生啊, earning one's living, in a way, 用一种方法, 你的谋生的方法是, in a way, that is not harmful to others, that is not harmful to others, 就是什么, 就是修饰为, 什么方式呢, 对人无害的方式, 以对人无害的方式来赚钱, at least是无害哦, in the choice of one's occupation, 就当你在选职业的时候, occupation, 就是你的子业, one should show respect for, show respect for, 可以一起背, show respect for, 对什么表示尊重, 对什么, the life and welfare of all beings, 对众生的福祉跟他的生命, 你都是尊重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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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差不多时间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好, 哇这个 有没有 我们只要这样的方向 心就可以安了 也不是说心安而已 我们都不要想 我们这样对不对 我们至少你想一想 你所做的事 你都不用担心 这个警察会来抓我们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自由 有没有 那 所以这个都是戒律的部分 我们说正与正命 正业 这都是戒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身跟口 有没有 self-control 那我们可以把自己 control的很好 那我们至少是 有比较多的空间 是自由的空间 好 Who would like to present first Who would like to show what you have prepared Erik吗 Erik他是最用功的 他现在念的 又流畅又准确 当然你照着句子 你还是非常 Chinese English 但是没关系 Keep going就好 没有吗 他没有拿出来吗 没有 你看一下那个 来 没有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那个 柜子 柜子 锁了 那没关系 那可见他忘了准备 没关系 忘了准备 那这样子 因为你如果没有声音 录下来根本人家听不清楚 对 先不要录 那我们是先回向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好 来 我们现在先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佛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